对于赵薇来说,这一生是充满着非常的平板,不管是涉及哪块领域,都能够做得有声有色。 在一群圈上,赵薇饰演过无数将检的角色,也都取得了不少的成就,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小燕子。 而在生意领域上,赵薇也是有所作为的,被外却尊称为女版巴菲特,让人不得不佩服。 不仅如此,她有一个身价秀十一的老公黄有龙,真是让人羡慕。 在赵薇2008年嫁给了黄有龙之后,她就迅速生下了女儿小四月。 不仅黄有龙在和赵薇结婚之前,就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并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可是赵薇就从来没有晒过季子的照片,更是很少提起过黄有龙的另外一个儿子。 黄有龙的儿子今年也到16岁了,她的微博计时更是被发现和赵薇一起在逛街,看上去就知道感情已经很好。 现在赵薇的季子在新加坡读书,直翻计较,其实赵薇之所以很少晒季子的原因,还是因为怕别人会说三道四,对孩子也会有不好的影响。 所以低调的去爱护孩子只是赵薇的方式。 第二次到,赵薇还曾在新加坡购入了一栋价值三千万的岗原的海景洋房,打算让女儿以后在当地读书时入住。 其实仔细想想,赵薇之前买了海景洋房,可能就是给妻子买的,为了给她更好的环境。 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,只是赵薇爱孩子的方式更低调罢了,并不是和孩子的关系不好。 赵薇嫁给了富豪黄有龙这么多年,一直都送自己去赚钱为孩子买房。 小编真心觉得,赵薇这个后妈当得太大气了,希望赵薇的家人能够力。